大家只希望聽到我一句話 我會繼續支持資安產業的發展 這句話而已 出席資安大會 賴清德以準總統身份 與諾惠協助產業持續發展 資安及國安 除了準述發部長黃燕南陪同出席外 還有新任國安會諮詢委員 中研院資通安全專題中心執行長李玉潔 其他國安會諮詢委員名單也公佈 包含現任委員傅棟成黃曙光留任 黃崇雁馬永成等人出任 另外國安會副秘書長徐資簡 劉德金留任 還有林非凡出任備受矚目 賴副國安人事公佈 是不是也獲得美方的信賴 賴政府人事底定 加上吳釗燮 顧麗熊 小美琴等人 讓前白宮國安會官員何瑞恩直呼 賴政府高階官員經驗豐富 瞭解如何處理兩岸局勢 而美國亞太助卿康達則表示 美方重點人事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前一天蔡總統跟賴清德 也透過預錄影片方式 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發表演說 台海情勢嚴峻 賴政府將延續蔡英文路線 持續深化跟民主國家合作 台海情勢嚴峻 華西山遊樂部台北採訪到